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一场很好看的比赛 大家要留意这个全场精华 上场第一个机会 是李文第一个机会 他们一开球 头10分钟被男朋友按住来打 但是他们的救世主 阿华丹把握到自己的一个机会 左脚躺远处 这些是例牌的了 他就躺进一个世界球 帮李文在劣势下领先1比0 24分钟 看到达sir 但是这边又自己犯错了 今天李文的后防很多犯错 犯错是会怎样 会导致失败 这个球犯错再加犯错 和西安组在禁区内踢一些 对手 所以获得一个十二万 赤兰帕里拉很冷静地 在32分钟帮南区追上1比1 南区在这场上半场 开球已经有几个攻势 是可以有致命的入球 但是都比加豪救到 但是这里有个禁球出现 二十岁只的陈浩軒 一个扭你几下 再射过个人表演的入球 在40分钟帮南区领先李文2比1 看到这个 吸 你来我再吸你 过来你 我看一看 外面以为我出了 自己射过去近处 二十岁的小火 只能有这些表现 当然不容易 帮南区领先到2比1 但是这里看一看 大家犯规了 最重要是什么呢 你有报复的动作 看到你保理神有报复的动作 VL提出是不是一个红牌 投资过去看一看 提出 虽然有红牌 在市场上 李文打笑过 但是出回来 结果又不同了 李文 这个是谁 救世主 追他都追不到 车尾灯都看不到 爱华顿帮李文在55分钟 追和2比2 真的靠他一个 打烧过在劣勢下 帮球队追回2比2 一个够全家 今天的man of the match 但是这边都有机会的 推上去 射到嘉豪今天 其实都表现得非常之好 近射 软射 全部都被他破了 最后去到林软射 谁入球做英雄 何西安组 打小一个之下 让李文 抢到很宝贵的3分 要做王者 每一场都不能失 李文今天在主场 以3比2 赢了半中南区 2比3比2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